8月22日,小米披露了2018年第二季报,这也是小米上市后的首份财报,让我们来看看财报中有哪些亮点。 财报显示,小米于2018年第二季度,营收452亿元,同比增长68.3%,经营亏损75.92亿元, 经调整后净利润21.17亿元,同比增长25.1%,互联网服务收入40亿元,同比增长63.6%,IoT及生活消费产品收入104亿元,同比增长104.3%, 看起来这份成绩貌似不错,但市场却对这个表现不太满意。 在公布Q2财报后的一天,小米以18.22港元股的价位高开,期间曾经涨至18.96港元股,但随后便一路向下, 最终以17.44港元股的价格收盘,跌幅达到1.36%,今天,小米更是继续走低,由开盘了17.20, 港元股一路下跌,最终以17.04港元股收盘,跌幅达到2.29%,而市场不看好小米的原因,了解到,主要因为以下几点。 1.高额的亏损,如果说,上市前的小米存在优先股原因,需要对利润进行调整,那么按道理上市后小米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。 那么小米是为什么只会75.92亿元,又为什么最终调整回盈率21.17亿元呢? 曾在雷军总裁这推土机来割韭菜了,八成营收来自手机,估值高达130倍写道, 小米在上市前,曾给雷军99亿元的股权激励,而这笔激励正是让小米Q2季度亏损的主要原因。 在财报会议上,小米集团的CFO周兽兹解释道,主要是因为小米在上市前向雷军支付了高达99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激励开支导致的。 周兽兹表示,这是一次性的开支,所以在调整后,21亿的净利润是很健康的。 本质上,二季度调整后利润还是很健康的水平,健不健康我们不知道,不过这99亿元薪酬落败,雷军也是赚了盆满不满。 据了解,雷军总可是刷新了国内股权激励的最高记录,之前记录的保持者是刘强东,在京东上市前,董事会奖利了刘强东4%的股权,折合人民币41亿元左右。 而雷军总直接被奖利了99亿,是刘强东的2.4。 但,有网友表示,小米确实是家好公司,但99亿降金正式,让我打消了买小米的念头。 二,国内手机出货量停滞,由小米财报得知,2018年第二季度,小米手机销量达3200万部,小米手机业务收入达305.01亿元, 同比增长43.9%,虽然在手机出货量上暴增43.9%,但根据IDC数据显示,小米在中国市场的手机出货量减为1450万台, 与去年同期的1420万台相比,只增长了2%,而在去年较前年的增速是25%, 再看看其他几个竞争对手,出货量排名第一的华为增长了21.7%,排名第二的AUTO增长了5.5%,排名第三的Vivo增长了24.3%,这样的增长数据,与小米的差距是巨大的。 如此看来,支撑小米出货量暴涨的,是其海外市场的扩张,而在国内市场中,小米的出货量几乎停滞,用户增加缓慢或者不再增加, 这对未来争读国内市场,在小米是极其不利的。 三,研发费用只占3%,财报显示,小米智能手机销售成本,由2017年第二季度的175亿元,增加62.2%至2018年第二季度的285亿元, 在输入高达非常惊人的63%,而在研发上,小米今年第二季度的研发费用,近了13.64亿元人民币,致占到区区的3%。 我们知道,小米本是以黑科技注册,但随着在互联网渠道上,小米被华为超越,在全面平潮流里,小米被OV赶超,还有是渠道来的米版,却又仅仅是iPhone X的一个版本, 再转过头看看OV,都已经开始使用停下指纹和伸缩摄像头了,63%的销售成本,仅仅3%的研发费用,不知道小米为发商而生的初心,是否早已不知所踪,未来,失去黑科技的小米还剩下什么,或许只能留下一台廉价的手机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